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共總書記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昨天到了浙江寧波的周山講的時候 進行考察 他回到自己曾經主政過的地方 進行考察和調研工作 當然是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這個意義在於 中共的工作重點將會朝著 恢復經濟的目標前進 到底寧波的周山講有什麼特別之處 有什麼特別的價值 要習近平親自到訪 進行調研考察的工作呢 原來周山講是全球的貨物吞吐糧 連續11年都排在第一位 標誌著浙江省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習近平到訪很明顯是要釋出一種重要的訊號 就是要告訴全國企業 麻煩你趕快去復工復產 因為在2月23日的17萬人大會以後 復工復產的成效仍然不太有效 因為很多地方官員 很多地方企業 就去報假數 已經被很多報道 都已經踢爆了 因為那些企業根本上 很多原材料 或者是那些零部件 都未曾到位 根本上復工 但是沒有東西生產得到 但是地方的領導幹部 又不能夠違抗中央復工復產的命令 於是就和那些廠商合起來了 我們就只是考察你的用電量 麻煩你用多些電 你用電就代表你復工復產 那些廠商就開了工廠車間內的空調 開了耗電的設備 根本上空轉 沒有東西生產 至於另一些工廠又如何 尤其是那些 專門做外貿訂單的製造業 輕工業 那些真是慘了 因為當他們復工的時候 當所有農民工回到工廠以後 那些外貿訂單就取消了 因為當你中國大流行的時候 外國的訂單就生產不了 到你中國自稱本地個案清零 可以復工復產的時候 又變成全球大流行 很多西方的先進文明國家 都實施了禁足令 都沒有辦法自由外出 還落什麼東西訂單 於是就造成了一個困局 那些工友就回到工廠 只不過就沒有公開 於是乎你這個復工復產 就造成了一個奇怪現象 就是當工人到位以後 反而加速了部分 專門做外貿訂單的工廠 的倒閉 以及部分外資 撤出中國的速度 這個真是 有辣有不辣 當然中國根據昨天的報道所說 有16個省市總共發放了 42億元的消費券 就可能會帶動消費額外上升兩成 他的目標當然很清晰 就是要擴大中國的內部需求 但是發得了42億 有16個省市那麼多人口來分 每人分得多少錢 還說可以帶動消費上升兩成 尤其是中國的農村人口 他們很喜歡儲蓄 不喜歡花錢 因為以前是捱窮捱得多 你現在說發放消費券 到底能不能夠帶動到內需上升 我很懷疑 因為份額實在太小 42億 對不對 那麼多人來分 16個省市合起來 只能派42億元的消費券 換言之每個省市就是派2億6千萬元左右 有多少能夠真真正正落得到人民的手上 我又比較好奇 所以你說要刺激中國的內需來挽救中國的經濟 我是好成疑問的 到底是行不行 因為在目前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 只要一天外貿的訂單不恢復的話 中國的經濟都很難 來持續向上 單靠內需都行 就不用做貿易 就不用加入世貿 不用搞那麼多事 好了 目前來講中國究竟復工復產 是不是真的 那麼順利呢 似乎又不是 因為這個電影院線 已經曾經 開放過一段時間 但是 去到 3月27號的時候 中國國家電影局發出了通知 要求所有的電影院 立即暫停營業 但是沒有交代到具體原因 不用交代 大家都心知肚明 恐防衛會不會死灰復燃 會不會再次出現 社區爆發的情況 除了電影院以外 原來上海的一些景點 都有類似的情況 這些景點曾經 開放過一段時間 但是到了今天 突然之間又說宣佈 再次關閉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不言而喻 雖然中共目前 非常急於 重新恢復經濟活動 要復工復產 新華社自己說 一手要找戰役 一手要找發展 是習近平部署指揮的兩場硬仗 而浙江地處長三角 經濟外向度高 被浙江的復工復產 跑出加速度 不僅關係到全國的發展大局 對維護全球產業鏈的穩定 同樣至關重要 反正吹到自己有多麼厲害 多麼偉大 但是你厲害你偉大是沒用的 在全球大流行的影響底下 根本上中國都沒辦法獨善其身 你復工復產有鬼用 人家很多西方文明國家的禁足令 是去到4月中後期才能解除 在這段時間 你都注定是沒什麼人會下訂單 因此中國上半年的經濟發展 就不是太過樂觀 好 接著就想說 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 他今天出席記者會的時候 有人問到 有些外國反映 中國的物資品質出現問題 他就說中國駐有關國家的市領館 都已經第一時間進行了了解和核查 亦都第一時間作出回應 目前有很多國家都向中方提出了採購醫療物資的需求 中國相關的企業都日以繼夜地生產 目的就是為了幫這些國家來抗擊疫情 保護更多人民的生命健康 以及提供物資的保障 華春瑩就說 中方幫人的心意是 震成的 如果在過程當中出現了個別的問題 都應該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予以合理的解決 希望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做一些政治化的解讀 他還說 實際上在中國剛剛開始抗擊疫情的階段 中方也收過一些國家給予所有的援助物資 當中有些都不合格 當時中方選擇的 是相信和尊重別國的善意 我真的覺得這套說法很有趣 首先來說 你只是臭蟲論 即是說 你一質疑我提供給你的物資是有問題 你那時候提供的物資給我們的時候 也有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是這樣的 為什麼當時中國叫聲都不出呢 或者現在華春瑩又可以製作清單出來給大家笑一下 到底 哪些的外國 提供了哪些的物資 佔的物資的百分比是多少 是有問題的 你拿出來看看有沒有 不要只是一個催字 起碼大家要知道哪些物資是有問題的 而且你所聲稱說那些不合格的物資 到底那個生產地在哪裏 人家外國捐給你 不代表他本國生產 你找到那些物資 原來是中國生產的 那就好笑了 所以這種臭蟲論 其實就是沒有解釋過 到底為什麼中國 對外輸出的物資是有問題的 你反過來就說 別人給我們那些也有問題 其實這些就是很低級的迴避 還有一個就是 你說別人的國家是援助你 援助的是無償援助還是有償援助 如果別人是無償援助的 送給你的 如果是不合格的 那無可厚非 對不對 只是撩表一份心意 何況你中國是一個強國 很多其他那些比較弱小的國家 他捐給你 只不過是作為一種的慰問 作為一種的祝福 你也沒得怪他 但是你對於外國那些所謂援助 就很奇怪 原來那些是要付錢的 不是無償援助 所以中國就很喜歡 將援助 贈送 以及交易 買賣 就運為一談 反正全部就當作援助 這件事是搞錯了 當時外國投訴你 那些物資有問題 其實不是援助 是你賣給他 要錢買回來 是不是 包括那些什麼試劑 包括荷蘭的口罩 全部給錢買現兜兜 是不是 這樣才是問題 原來在中國的眼中 這些都是屬於援助的一部分 我賣給你 是援助你 是援助你抗擊的疫情 這樣就真是好笑了 原來自從明清以來那種 的恩主心態 大國心態 到現在都未必得 和別人的交易 當作一種恩賜 交易來說 是要在雙方 在公平對等的關係 去建立 一手交貨 一手交錢 就完結了 當中是沒有牽涉到任何恩情可言 除非你是以一個非常特惠的價錢 賣給別人 是不是 何況你不賣給別人 你就紮在自己的倉底 沒問題 這些是有什麼恩情 你自己本國又要復工復產 難道你的醫療物資 紮在倉底 不賣給外國 你不賣給外國 別人哪有物資 去抗疫 別人抗疫不了的時候 怎樣去恢復社會秩序 怎樣去恢復經濟活動 恢復不過來的時候 你就一樣 沒有外貿訂單 所以 凡親牽涉到貿易 交易的東西 根本上 就是要雙方對等 就是互為互利 不要搞錯了以為 是我益利 永遠都是我益利 這些心態 是錯了的 所以當外國人 投訴中國的貨品 你是劣質 你是不合格 你的準確率不夠 你可以解決的辦法 很多種 要麼就退款 要麼就換過一批 有用的貨品 就這麼簡單 當中不牽涉任何 什麼恩情 援助的 不好意思 是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